生活中总有许多无形的刷手危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 但有很多生活小东西让我们看到科技的进步 今天外景队特别要带大家来看看台湾的新技术 与台湾首创的次项创新 这些发明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 也让生活更无忧虑哦 上街赋予人类可以行动的双角 正常时间的使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鞋袜带领着远近双角寿命的重要角色 一双健康合适的好鞋 当然也需要一双好袜的搭配 提到了袜子在过去来两个保护我们的双角 但是今天透过我们的节目内容要告诉您哦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有脚臭的问题 脚臭的问题呢就跟袜子是极其相关了 那袜子要有什么样的好成分 也远离脚臭呢 透过节目我们就要告诉您了 从事袜子行业有多久 目前从事应援多了 那你当初是什么样的应援机会 从事这个行业呢 之前我们是从事光碟制造业 然后在光碟片在制造当中 要使用银来实施建筑 它进而发现银的好用的地方 这一双拥有奈米银的袜子 是应用科技将奈米技术与银领子结合 连结整个纤维的表层而制成的袜子 里面的奈米银领子 以破坏细菌的生理构造 达到使细菌死黄的血液 可以反复使用并具有持久性 目前外面的健康袜 所谓的银纤维 是将塑胶盈粒 加在塑胶母粒当中 把它抽成纤维砂 然后织成袜子 我们知道这种化学纤维砂 非常闷热不舒适 而且盈粒是埋在纤维内层 并无法接触到皮肤 我们也知道袜子为什么会产生臭味 是因为袜子上面有细菌 霉菌 然后它将我们脚会流汗 里面的汗的有机物质 不知发酵 它才会产生臭味 那我们就是靠银这种工具 来将杀子细菌霉菌 使它无法在袜子上生存 所以这样子袜子就自然不会产生臭味 我们平常的穿袜 就只是家常穿银后的 舒适本与安全本 而这双在银的袜子 除保有好穿的全棉材质 其造型功能设计外 也将一般只占步在脚底的奈米银 拂拢到减装袜子上 我们由奈米银通过力气的实验中 清楚可观察到银分布的状况 一般外面的所谓的化学纤维 它经过学洗之后 它会慢慢的消瘦 然后到最后 你袜子还是好的 可能只有洗了三四次之后 就没有这种功效了 我们有经过国际认证单位 SGS的认证 然后经过病检通刷 连续水洗十日 然后抗净能力还依然达到99.9% 还可以抗净这么久哦 没错 而且针对我们的香港脚病菌 来做杀菌的测试 还有达到90%以上 哇 所以除被袜子烂掉丢掉 要不然它的话 它的涂臭的效果还是百分百 是的 脚瘦会扰了很多人 尤其是长期穿鞋 脚总是抱在密集扣风的鞋子里 经常的脚汗 以有些物质发酵 引发脚臭 以及脂肪气气 明镜 如果不注意足部的健康 甚至会表示香港脚 或更严重的情况发生 因此 注重足部健康 别话都必须仔细挑选 才能全内出事又健康哦 今天自己说没精准 我们要看看消费者用了之后 感觉怎么样 黄大大你好 你好 听说你老公脚很高吗 对啊 你之前有什么方法 跟他脚脚的问题吗 就都是油膀买 买油是买份的 买份的 都不好了 不好了 介绍什么 不得的穿都不得吃 你都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要怎么脚不脚 他就说我怎么有什么 用我难免得穿就真的不错了 穿有什么不错哦 穿多久你觉得穿 我看几周都觉得很好 怎样哦 穿有什么感觉 他就说 他结果不错了 结果是谁了 他就开月子哦 他说 这台好乐哦 所以 隔头就是我们的胖了 因为有朋友穿过 就突然发觉 他的脚怎么会不臭呢 他本来也跟你一样有脚错吗 对 對 所以後來你剛才腳不臭了 對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處理的 他說有這個健康襪 健康襪 就請他買了一雙給我試試看 所以你穿了以後呢 也是不會臭 我年了 他就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媽 我現在真的 我們男人說要去討業務 要去客戶車 他那一天他就開始 他裡面就開始擦 他擦什麼 他怕說等一下脫的時候會有味的 對 對 他說現在是 輕輕鬆鬆吃得到都不會臭 要脫嗎 脫十遍也不會臭 唉唷 這麼有主意 現代人總有很多皮膚的問題 或是逐步的問題 而那裡技術的好處 就是可以多方面的應用在生活中 除了直接接觸到皮膚的襪子外 未來還有鞋墊 手套等等都可以應用 徹底對抗萬代的病性 對 未來目前我們準備要訓軍 日本 美國 英國 以及一些中東地區 目前都對我們襪子非常有興趣 是 所以未來的話 會把這種台灣的技術 成台灣生產的技術 推展到國外去 所以我們是 把根留在台灣 然後就放眼前世界 將來你只要到國外 國外你襪子戴不夠一看 maybe台灣 台灣的襪子 就會覺得對台灣人的榮耀就對了 沒錯 陳先生說 他希望將台灣人的技術 以耐民民的妙用推廣到全世界 他不僅要讓台灣人 享受高科技的成就 也要讓全世界都知道台灣產業的進步 他也告訴我們 他的努力不算什麼 而要強大的就只是希望台灣榮耀 重量成熟的理想 也忠心期待今天的台灣會更好